有一位李老板反映 去年四月份他花了八十多万买了辆宝马X6 最近才发现赛斯店卖给他的行车记录仪有问题 赛斯店给他更换 但他不乐意 上次我来升级那个导航的时候 他们那个师傅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坏的 他说装的时候就是坏的 我说为什么他后面的那个摄影都一直都不显示 李老板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前面的摄像头是好的 后面的摄像头坏了 但还在两年保修期内 他现在他要给我换的是没有视频的 那新版的肯定比老板的功能更要好呀 要通过手机看是吧 是的 是的 不是说你说好就好 我不能接受我是买那些东西 我买的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要什么样的东西 他就喜欢看得到的 我为什么要连手机 原来的行车记录仪 直接可以通过屏幕看实时画面 可更换的话 只能通过蓝牙连接手机后 通过手机观看 李老板不喜欢 而且对4S店的服务态度 他说也不满意 4S店的胡经理认出了李老板 说他所在的那个小区 李老板承包了所有门窗的工程 每个人对服务的标准 评价不一样 对不对 叶主勤对这个李老板 怎么评价 那我可以办一下 好的可以是多 对不对 尴尬李老板 你自己都没做到笑脸迎客 我们做生意都很笑脸 但是保学期保学时候肯定好 我保学期真的三年是免费的 三年过后我也收费 胡经理的意思是 顾客和服务者之间的角色 是可以转变的 双方应该互相谅解 李老板坚持要旧版的 可以直接看视频的行车记录仪 但旧版的4S店已经断货了 李老板还提出 把4000块钱的行车记录仪退掉 但4S店表示 已经使用一年多了 没法退 现场双方没有谈拢 李老板把情况反映给了 杭州市拱树区降服市场监管所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